今天在雷霆队119比107战胜爵士队的比赛中 休息了三天的二二娘榜眼秀Chide 展现出了充沛的体能 并在内线打出了相当的统治力 他出战31分钟 18投12中 3分球5投1中 罚球12发10中 轰下35分 14篮板 两抢断三封盖的数据 正负值正28 不仅在防守端硬度十足 还在一个下快攻的回合中 对爵士去年90位新秀Tiller Hendricks 上演残忍格靠 赛后Chide成为雷霆历史上第一位 新秀赛季就可以单场得到30家得分 10家篮板 3家封盖的球员 他这样的表现 值得一个S的评分 大家好我是Terry 本赛季至今 Chide和湾比这两位独角兽内线 没有像一些人预测的那么弱不惊风 在保证了出勤率的同时 持续于球场上搅出惊人表现 他们本赛季都送出了超过100次封盖 命中超过173分 这在NBA历史上 没有第三名新秀可以做到 但对于Chide来说 新秀赛季就遇到拥有变态天赋的斑马 这一点运气不大好 这家新秀奖现在看和他是没有什么关系了 就在今天刚刚出炉的本周新秀榜单中 他依然被放在了第二位 但Chide本赛季有机会累积到重要的季后赛经验 如果他能劳逸结合 掌控好体能 则是雷霆能否走远的关键 本场除了Chide之外 雷霆少主SGA再砍31分 我将三篮板七柱攻四抢断 他本赛季已经第13次拿到31分 无愧为人类31分精华 JW贡献18分4篮板 正负值正28 而爵士这边去年16岁位新秀 竹竹侠抢提教指今天先发出战 手感不佳 全场14头3中 3分球7头0中 罚球3反3中 得到9分7篮板两出攻 正负值-23 虽然状态不佳 但证明新秀能在3分球6头0中的情况下 仍有勇气出手第7次3分 证明他心中无所畏惧 非常的难得 此夜竹竹侠的评分为C加 另外一位无所畏惧的勇士 是猛龙去年13岁位新秀 200公分的迪克 自从上一场比赛 他和魔术新秀安特尼布拉克赛后交换球衣 组成200公分的黑迪克组合之后 他在球场上更加的有恃无恐 今天在猛龙以89比83输给国王的比赛中 迪克都软到没边了 全场8头1中 3分球6头1中 罚球2反2中 得到5分3助攻 而如此低迷的手感 都不能阻止迪克向篮筐连续开炮 200公分的迪克 今天绝对不值得一个B 只能给他个C 此外勇士队137比116 击败灰熊 新太子库明嘎打得非常高效 17头12中 3分球3头2中 砍下26分 正负值正21 威金斯贡献22分10篮板 虽然库里只拿到14分 但他本赛季3分球命中数 已经来到了300个 这也是库里第5个 命中300G3分的赛季 至于球队去年二轮末新秀 明灯哥TJD 现在是球队重点锻炼和培养的 第二阵容成员 今天替补打了26分钟 8头6中 拿到13分 5篮板两株过两分干 平分为A减 而灰熊队这边酸输球 但达到了练兵的目的 球队去年二轮新秀GG Jackson 先发出战35分钟 19头11中 3分球14头7中 发球7发6中 砍下生涯新高的35分 外加5篮板 3助攻的数据 赛后2004年12月出生的GG Jackson 成为了NBA历史上最年轻 单场命中7G3分的球员 灰熊队虽然本赛季是放弃了 但他们队中天赋型年轻球员储备重组 这个赛季让GG Jackson练出来之后 下赛季等到莫兰特回归 这支队伍仍然有非常强的战力 此页GG Jackson的表现 可以给到A加的评分 最后本周新秀榜单 前50位没有变化 斑马、Chide、Miller、老秀和莱布蕾 昨天砍下25加10的 曼汤普森升至第6 猪猪侠第7 勇士一轮新秀 曹诸姆斯基第8 博赛二色汤普森第9 明灯哥TJD和GG Jackson精宝 并列第10 兄弟们这本期视频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